我们继续跟白兆美小姐来谈 目前这个南韩的疫情 还有它的相关延伸的问题 我们刚刚谈了南韩现在 似乎疫情有减缓的迹象 但是这个牵涉到的南北韩关系 现在大家非常的关心 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 现在目前从报导里面 知道北韩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北韩它对外宣称是 它没有任何证实的病例 但是它现在有大规模的隔离的人 已经出现了 那最近文在寅总统也提出说 要帮忙北韩 北韩是不是已经接受了 南韩这边提出来的帮助呢 那比如说是不是要将来 可能要送口罩啊 这些防疫的物资要过去呢 有关这方面因为北韩非常的不透明 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它是怎样 可是就是说讲到口罩这个的话 韩国的大疫情那种爆炸之前呢 它有不是送给中国吗 中国大陆 那可是就说你送到北韩的 也是透过中国这样子过去的 那到了那边就是他们的这个人民军啊 这个一些这个志工也好 这些工作人员就是把那个韩国的 就是Mate in Korea那个都把它拿掉 然后全部都换成他们的 就等于说他们包装都要换 所以相信前面他们有送 那后面就没有办法就变成这样 因为尤其是它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就没有办法说我现在要送 它很多事情 它自己口罩都不够用 对不够用啊 那你再送的话 那真的是4月15号它就不用选了 就是感觉上因为人民就已经是 怨声载道 尤其是他们也要排队 而且比我们排的还要久 我看那个空拍机拍的 就排的简直是 我看几个钟头有啊 对对 他们有人说它就是三个小时 它我很难想象这样做 就是我相信我们也买不到 没有错我们也有很多人是买不到 我们白天没有空 那可是他们是整个那个排队 他真的是排三小时 或有人排到四小时 他就买了两个 那这样当然会很不开心啊 就是所以这个部分它也不够了 你如果我听到是说政府要送 那肯定就会对他是投反对票 那所以他也说一直说没有 因为主持人我们都知道 他收到金正恩的信了 因为前面就三月一号 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就是他们的三一节 三一节也叫万岁运动日 那万岁运动日就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在日本的这个他要殖民 要来强占他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我们要独立这样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 也就是说他那一天是有点像是 我们的民主 我们民主的节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那天有特别强调是我们自己怎样 怎样我们一起合作要怎样怎样 他讲了这个 没想到那个金宇正跑出来就说 你这个笨蛋怎样怎样 我说的话非常不好听 这个也是外面觉得很好奇 就是说金宇正那一天晚上 3月3号的晚上发表措辞这么强硬的 说你是无能啊 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代表他自己呢 是代表北韩呢 还是代表谁 因为他是透过北韩的官方媒体发表出来的 那个是永远都会留在他们的历史的 对对对对 那个现在目前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尤其是在文在宇已经说我们愿意帮忙之后 还这样子说 是不是觉得是你南韩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 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如果我先讲到最后我自己认为的一个结论的话 他们就是唱双簧 就是因为后来就是金正恩又写信啊 就是有问问 金正恩的信是据说是3月4号就进来了 等于是马上在措辞强烈之后马上就给他 这个就是我自己认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是唱双簧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就是说我所了解的这个北韩是这样子 就是说太阳号的书也是有讲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领导人 他们希望外界对他的看法 就是他们当然内部 内部是他是最伟大的 就是他跟神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在外面 当然也是要有他的这个威权 他的这个权威式的 或者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 可是除此之外 他们是觉得说他皮可以很厚 他可以被人说疯子都无所谓 被人骂无赖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太阳号也是这样说 我曾经也这么认为 就是我所观察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就是被人怎么骂无所谓 我只要拿到就好了 我只要拿到就好 所以说他们就是很常有那种 我们认为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说这个是这个高层的人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但是说其实这个金宇正 他虽然是他是什么宣传部什么 他还不到这个程度是他可以这个名流轻时 然后发表一个什么谈话文还不到这个程度 可是就是说这个就等着他哥哥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指示吧 就是先做一种这种就是跟别人说一样 因为他们常常会说这种措辞嘛 就是哪一个什么这个像那个stuffin那种老头子如何如何 他们常讲这种话 所以总要有一个人出来讲讲 然后他来再做一个柔软性 而且我觉得金正恩多少 有一定像川普了 他要强调我跟文在寅挺好的 我跟他的感情如何如何 他里面有提到 所以记者也有问文在寅说 他里面有没有讲到防疫的物资 他都没有提 但是他在金正恩在信里面 有问候这个文在寅的身体健康啊 希望这个你们要当心啊 我们也希望你们防疫能够做得好啊 等等这些事情 对这是表示一个善意的讯息 那那现在这个信是不是代表说 金正恩愿意接受南韩的防疫物资给他们呢 因为韩国政府没有 没有承认没有发表 但是后来日本的独卖新闻有报导说 他们事实上是有提供这些防疫物资 就是因为他没有承认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有 可是我们会猜应该有这样子 就是他用其他的管道这样子有 可是就是如果他是变成太公开的话 台面上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民的反弹是很大的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没办法像以前一样 我们自己的民族啊 我们就是同胞啊 我们就是不要离美国或者不要离哪里 就是说这个北韩 也是我们的民族 我觉得现在这个口罩不够的这个情形之下 要这样讲不容易 这非常不容易 所以因为人心嘛 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只讲自己的家人好了 如果一个青壮可能自己不觉得 可是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小孩 你没办法那么的理智 我要先抢再说 我要给我的家人 我认为人的本性啦 那但是就说 因为他是我的同胞 要送到那里去 应该是蛮多人很不开心 不过这是不是也反映说 可能北韩现在目前 是真的有疫情了 而且这个疫情也很难控制得住 那我们看到之前 俄罗斯说是要送那个检验的设备给北韩 然后南韩说也要提供 那当然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但是你觉得会不会到了某个时候 北韩非得要透露出 究竟它里面的疫情有多严重 也是借这个机会得到国际的帮助 对 它其实北韩已经有 之前就有提过说 它希望有一些防疫的物品 可以给他们 就是说我们也知道 如果是讲到联合国 它也会有关这方面的 人道方面的 对 人道资源它是一定有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说 就像国际间最想知道的是 你就像我们也常讲 中国他们的疫情如何 你这个数字对吗 大家都怀疑这样子 就同样的对北韩也是 他都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感染 然后甚至于就是传言 有人就是因为他感染 所以被这个枪杀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是传言了 我们没办法说这个是真的 因为他不告诉你嘛 就跟那个核一样 我有多少的核 有多少的那种东西 他不讲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又不让人进去 所以也看不到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 因为没有到他为什么 对他关他封闭这个边境 有跟没有都可能会这个关 但是就是他一开始 因为有疫情所以赶快关 他这一点是因为 他是独裁的国家 他才能这么做 要不然这个人民反弹会非常大 要不然为什么南韩到现在 连封城都没办法封 这就是因为人民的声音很大 这个北韩是不行的 我们再转到这个 现在目前韩国跟日本的关系 其实最近双方都各自 限制对方的人民进入 比如说日本这边说 你一个是取消这个南韩人民 可以自动获得签证 然后你凡是进来的人 都要自我隔离两个礼拜 那韩国这边也用同样的报复 那你能不能谈一下 就是说目前对于日本的限制措施 在南韩这边是怎么样 好 就是说我们如果讲 现在这个疫情因为蔓延到全世界 所以很多国家都党了 比如说我们直接讲 我们曾经台湾一直在呼吁的 国际国际社会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也被党 我们不是那边 就是所谓的part of China这个问题 就是一中原则 所以我们最后是就是很多地方 是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努力 去这个恢复了 那本来是中港澳这样子 那之后就是台湾有的 我们就把它这个排除了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又加了一个南韩 就是韩就是南北韩来讲 还有意大利 对南韩现在就加了一个意大利 就是说 但是就说中港澳之后 第四个就是南韩 就是对南韩 感觉真的是很没有面子 那结果又来了一个意大利 两个都是半岛国家 非常特殊的 可是如果我们用很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证实的病例如果是超过三四千 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讯息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有些像台湾的病例才100而已 这就差别是非常大的 同样的又有人讲说 南韩这样对日本其实并不合理 因为日本的病例算是很少的 这个就要看南韩怎么说了 就台湾到昨天为止是45例而已 所以我们是很低的 就是如果整个来讲 我们是大概是第30名左右 那这个日本跟韩国来讲的话 韩国所强调的是 因为这个事情算是一个蛮大的 因为等于说这是一个外交战 这不是只有健康的话就是外交战 因为日本是在3月7号那天就开始 你只要进来我会指定一个场所 那你在这里做自我的隔离这样子 那等于是说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那我去那边有什么用 其实不止日本 全世界有102个国家对韩国有采取这个 甚至于不让你来 甚至于不让你来 就是说尤其是如果说你是大邱 可是因为我看不出来你韩国是从哪里来 所以干脆就把门关起来 那我们的话没有关 你能进来但是也是两个礼拜 这个等于就是不欢迎你来了嘛 你要两个礼拜不能够去哪里 你只能待在房间里面 来有什么用嘛 我也如果我知道这样子 很没面子 然后我去了那干嘛 我好像坐牢一样 我不要去了 所以说当然现在等于是说 我们航空业什么都打击很大 那韩国就说在那么多 有102个国家在不让你来 或者说你来了你也这个要隔离两周 为什么只有日本发表 而且日本是很晚发表 我们比他早 对 结果是对日本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对他非常的生气 那那个生气是 我打个岔 现在我们对韩国设限 韩国对台湾有设限吗 没有没有这样的 反而没有嘛对对对对 反而是韩国对于日本有报复的行动 我觉得跟他是新丑就会还是很多 因为尤其是去年我们有Gisomia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情报的那个交换的问题 那就是说韩国跟日本 就是我们我不能说是哪里好不好 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他们两个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国际赛事 台湾非常多的人很喜欢韩国 韩流什么都非常爱 可是只要是运动赛事 那一定会要吃泡菜干嘛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赢 我就是要赢他就对了 韩国就是这样他跟国际赛 因为他其实运动是很强的 运动项目很强 那他跟任何国家比赛 如果输了可能就是比较难过或气馁 或者这样过去 但是跟日本比赛他非赢不可 他不赢的那个选手都 感觉上他今天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是他对日本是有非常大的那种 我就是不能输你 我觉得这是一种民主的一种尊严跟心态 因为他们尤其是在20世纪的时候 他们有36年的那个殖民 那跟台湾情形又不一样 所以他们跟日本是有这样子很多的仇恨 另外就是说他们有所谓的这个 其实有很多国家有牵扯到 可是韩国是最强烈的 卫安妇这个他把它提出来我要求偿 然后以前我有这个被征纪的那些 这个义勇军那些 那个我要求偿 那个都没有解决 所以他常常就会把这个东西翻出来 日本的意思就是说 有啊我以前都弄了 那拿出来 他说那是以前政府 就是这个都一直谈不好 就是没有办法 彼此之间好像我们以前 这个都已经算了 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解决 那日本这个的话韩国的想法是 你没有先跟我智慧 他是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说实话 100个国家都智慧要一个一个讲 我觉得很难 就像我们也是飞机已经要到那里 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嘛 才知道是被关在那里 就是说你飞机不能降落 我再折返回来 或者说人到了那里 我们就在睡在机场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没有通报嘛 他们也是啊 另外还有一个引起讨论 就是说你韩国对日本这样子 可是你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大陆没有设限 只有最多对武汉 或者是湖北来的人 你有设限 可是对于其他中国大陆 要到韩国来的人 并没有像要14天的隔离啊 那相反的 中国大陆对于韩国去中国大陆的 是有限制的隔离了 那这怎么又解释 这不是这也是不公平吗 但是韩国就吞下去了 因为执政党的关系 就是这个事情啊 讲说刚刚有讲到这个日本 就是日本的病例比韩国少啊 那韩国为什么要对他这样呢 就是这是报复性的呀 彼此报复来报复去 感觉上是这样子 那韩国的 他的这个说辞 就是我讲的是正式的 这个公众场合 他们所发表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方面筛选这个都很发达 我们这个机制很快 我们一天的这个能够筛选出来的 能够确定的是全球最棒的 所以说这个欧美都要我们的 这样子就是都要学我们 日本呢他都是没有在动 慢慢的他就是人都快死了 才要看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日本其实病例没很多 只是他们没有筛选 没有办法证实而已 就是我们是因为比他发达 我们比较快速 我们迅速的对应 他不是他就是慢吞吞 他就等着 好那你们生病了就死了算了 又有点像是 他就是觉得说 我就是看不起你这样 所以说他虽然发表是这样的数字 可是应该是比他超过很多很多 所以他才会有 比如说我已经有那个Visa 我已经有签证 可是他不承认 就两国都现在是一样的 那自动通关没有 那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一样 自动通关现在是没有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另外就是说 你已经有的这个Visa也不行 你要重新申请 重新申请那就会很麻烦 就是彼此这样 可是我觉得彼此这样 当然是现在是这个疫情 是不得已的 很多东西是我们 彼此不要往来是最好 可是这个对他们两个国家的 打击非常大 尤其比如说我们讲 台湾也一样 尤其是旅游业 最大宗的 你多那个旅客 当然是所谓的陆客 可是就是陆客第二名 日本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放弃这个 但是他跟日本是 他就觉得说他日本是可以先关的 大陆为什么不行呢 其实文在总统其实有提过 因为别人也在问 他说我们有很多的考量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是把这些中国门关起来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那但是就反对他的人都说 就是因为你没关门 所以我们的疫情才会变成这么爆炸性的 就是 那执政党也有一个说法说 以前在MERS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对韩国关门 那时候韩国也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应该对中国大陆关门 曾经我们好像也没关门吧 我们也没关门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疫情跟这个疫情不一样 因为MERS是比较局限 我们讲中东嘛 中东 但是这个是名称上是武汉 可是现在是已经全球性了 就是很可怕的 快速的 这个传染力特别又高 超级的高 虽然它的死亡率比SARS要低 可是我们会觉得恐惧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买不到口罩 这就是我们恐惧的 另外就是很多是你看不到症状 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扩散度太快 就是说就像讲这个倍数成长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才会就是 这个是蛮可怕的 那但是台湾在这方面 因为前面控制的是不错 不管是有人是不高兴或什么 可是就说起码这个是不错 那韩国当初也是就是说 我们SARS完全没问题 我们MERS都这样过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 他大概是这样子想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医药也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也是一样是 等于说这个国家 医派以内的这个最优秀的人 可能都会往这个医这边走 所以他们真的是有很优秀的 这个医疗团队 但是新的病 而且是新的完全是变种的 人家都看不出来 就全世界都现在都很害怕 那所以韩国当初就是有一点 政府就觉得说我们没有问题 他大概是这样想 所以尤其是他想要 今年本来是习近平要去韩国 今年 对啊 就是去完日本以后要来韩国 对对对 那下次就都延期 本来都没有说要延期 就是我觉得这个他也是在关门 因为他如果今天关门 他怎么可以找他 请他来 他就觉得说他来是很重要的 那不管怎样这一次如果没有这个武汉疫情的话 没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不管我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现在不是两个数字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数字的 就是一个位置 那但是他还是个全球最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以前是工厂 现在是一个消费市场 所以我相信韩国又是他很近 他没办法放弃 另外一个对现在的执政党来讲的话 北韩是一个他很重要的 还是要靠中国大陆 对对对就是北韩是怎么讲 他很想要把它做好 就是因为他任期只有一期五年 他五年内他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出来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2018年超了不起 真的是好像马上就能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都假象 而且我们也看得出来 川普根本没有要真的要谈 他真心要谈 我们觉得他没有真心要 真的要谈 那所以他就觉得他要靠北京 我认为他认为是说 比起靠这个华盛顿 他要靠北京 因此他在这方面 对他的大陆的 就中国大陆的门开得比较大 那现在就是当然比以前要稍微 尤其是这个武汉跟这个户北是不能来等等 今天非常谢谢白小姐 跟我们来谈这个 韩国的本身的疫情的发展 以及他跟这个北韩 以及跟